你的这个采雷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听说一开始为了让儿子念好学校 一瓶上百万的 而且是套房你也敢买 不是 是因为要涉及的关系 因为我儿子属龙 那你知道龙眠其实就是因为 比较好的公立学校 其实几乎都是满额 那你知道就是为了要帮小孩就是涉及 然后那个涉及还是有一些条件 比方说它一定是你 priority一定是你自己的房子为优先 你不能说你把户口寄到你的哪个亲戚 三叔公什么二姨妈什么那边 它其实那个条件顺序就会往下降 还要看你持有几年 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 不是说想买就买就有了 不是要看你房子持有几年这样子 那因为我会买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套房 是因为我的前务主 他本来也是为了小孩要涉及的 然后后来他小孩其实就没有念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是想要拿来卖这样子 那我的想法也是 就是好那我就是反正你也是 为了念书投资这么多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算虽然是高 应该是说他的单价稍微比较高 但其实他的低总价就对了啦 我大概买一瓶那时候是买到110 110万 所以一个套房要11111嘛 就是差不多两对2015年的那个时候 最高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刚好是在 因为刚刚我讲了嘛 清田街跟和平东路扣 那地点很好 对就是和平东路上 他的门牌是和平东路上 那就铁定一键就是念那边的两个 还不错的功利学校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后来 因为我儿子就是在大班的时候 去抽另外一个 我本来也OK的一个私小 然后后来抽中了 也是很贵的私小 也不会很贵 不会很贵 再贵也没有那个套房贵 好了可以了停止 然后就后来抽中了之后 我想说其实我也没有 不需要再留着那套房了 虽然我中间其实就沿用 就是前屋主的那个租客 就房客这样子 我还是继续续租 然后后来就想说 好吧那我也让他卖掉 那后来我也是卖给 要来设计的一个阿嬷 对然后 那边就专门在念书 对啊 阿嬷要念书了 阿嬷帮孙子留的 那很早要计划的 那我必须讲 那时候其实在 应该算是两年前 对大概两年前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卖掉有赚钱吗 没有当然没有 因为后来其实房市 就开始慢慢的往下了 但是我还有卖到 大概100出头万 所以已经是算很不错了 就是以房仲他们帮我 帮我看附近的一个房子 就是那个十家的登录等等 我已经算卖到不错了 但后来还是赔了大概100多啦 哇 你那时候有收租嘛 对不对 有租给别人 有收租 那因为它的低 等于说它低总价嘛 所以其实收租 大概差不多就是 我的房贷的那个 每个月的金额 所以那时候 你又想说地段不错 就收租金 可是后来 因为我觉得租金 我们的租金 好像还是没有房价那么的好 你说多少那边 那一边大概收到1万7 很便宜耶 1万7 1万7 哇那这样 算蛮便宜的耶 对 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特别 你没有特别好 史未他这样子买 然后又这样卖掉 小培卖掉 你觉得 我跟你讲实话了 你说你说 不要剪掉 没关系 不要打我 没关系 我会等一下 可以丢牌子 对不对父母 你们都是没有想清楚 才做这个事情 因为被人家蛊惑 其实从2015年开始 我自己有常常上 那个教育部的官网 教育部官网 唯一台北市只剩下一间学校 是需要父母跟小孩要同时要有户 要买一个房子挂的 只有一间学校 其他我们过去知道的传统的那个精华学校 都不需要买房子 只要随便租个房子挂进去都可以念 所以他那一间是需要的吗 只有师大附中的国中部 是国中部 只有师大附中的国中部 是需要父母涉及 那以前再早一点可能只有父或母 就是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个涉及就好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 我们也是就是我跟小孩的涉及在里面 后来不用你其实用租的就可以了 而且你说你花一千多万买一个套房 为了小孩子去念 其实这个成本去念任何私立学校都可以念得到